家里做菜剩下的青瓜皮 该如何处理呢 黄彩芬还有妙用 焦了的那个瓜皮 打成水 然后就是也不用割掉它的那个渣 就全部放下去 一起去打成一个面团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成面条了 善进每道食材 青瓜皮成了纯天然绿色食品 也是慈祭志工的黄彩芬 将环保生活化 致力落实零厨余 我们在做环保方面 不单单只是说做资源分类 那来到我们家里厨房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很多 我们的一些食材 跟它化为零厨余 热锅下麻油 放下我们的这个香菇丁和杏鲍菇丁 接着下来我们就下这个辣的豆瓣酱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不能吃辣的 或者我们就可以下一些黄豆酱下去 炸完豆浆后的黄豆渣 用心处理也能成为美味的拌面酱 然后我们盖上锅盖 把它焖大概是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黄豆渣在我们煮豆浆水的时候 已经是熟了的 所以只是要把那个香菇的味道给焖出来 动动脑筋就能避免造成食材浪费 只要再加上一点创意 餐盘也能出现各种惊喜 麦袋张智亮 吉红波报导